嗨大家好 最近老家这边一直在降温 天气也越来越冷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上面有蓄水关还有压力泵 也打开开关 进水的开关就可以自动上水了 还是挺方便的 压力泵也是调到适合闭挂炉的压力 等水煮成一定压力之后就自动关了 现在已经开始进水了 水压的话打到一个半左右之后 这壁挂炉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壁挂炉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上面的水泵也会自动停止 现在可以正式开火了 点火 一般壁挂炉我们家里都是调到60度左右 现在正在打火 我们的壁挂炉蓝光就是点火成功了 现在温度开始上升了 看一下升得还挺快的 这一会儿功夫就已经34度了 还在搜搜往上上 我们调的是60度嘛 现在这管子都已经开始热乎了 下面这也热乎了 可以走得挺快 去去卧室看一下 我们共産面积总共是两个卧室 这边这个卧室呢 差不多有30来平方 这块装了三组暖极片 哇这里也开始热了 这个小的暖极片也开始热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霜片的 这个也开始热了 挺快的啊 确实够快 然后在窗户这里还有一个长片 这个还没热 还没过来 我的温度确实升得挺快 然后在这里呢 直接通到上面那个屋子 两组暖极片 也是差不多30度平的面积 总共加起来有五六十平还是有的 或者就是取暖温度 像这个屋的话三组暖极片 正常温度的话是可以达到167度的样子 烧气的话今天第一次开 里面平时做饭也没充太多钱 现在要把钱搅一下 我们这儿目前天然机的价格是没立方 是两块六抹吧 先冲上 200方 五百三十六 先冲上五百三十六啊 现在已经搅飞成功了 五百三十六 两百立方的天然气 哇这里都开始烫手了 这个温度确实升得挺快啊 我个人觉得用天然气取暖 跟传统的锅楼比还是比较方便的 第一它不用填煤 不用弄煤渣 非常的干净吧 然后刚才我搅的是五百三十六 两百立方的气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家一个月就足够了 五百三十六除以三十天 平均每天就是十几八块钱的样子 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都在说 有的地方说一个月五千不够 三千不够的 其实我家用了两三年 确实没有那种情况 每个月基本上 两百立方的气 就完全足够了 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以来 真实的使用一个情况 差不多每天就是 十八元左右吧 大家觉得这样的价格怎么样 可以互动讨论一下